雪山隧道南下40号机房大漏水 犹如水帘洞 水流像是瀑布一般 从高处倾泻而下 激起层层水花 机房内部的积水不停往外流 形成一条湍急的小河 机房里头摆满许多电线 电缆以及电箱 上头还写着高压电危险标示 一不小心恐怕导致气泻烧焦短路 民众看到夸张的渗水画面非常担心 如果突然就是一个冲下来 我们当怎么办 会担心就是行车安全 15号上午雪山隧道40号机房 出现渗水情形 公物段发现后紧急派人处理 排水孔堵塞 所以我们大概在9点左右 我们厂商去现场做一个堵塞的清除 大概花了5分钟的时间 就把堵塞的一个东西清除掉 雪山隧道上方渗流水会沿着排水沟 从排水孔流出 由于排水孔堵塞 水才一路回堵流到机房内 公物段也表示 这次的渗水事件并不是结构性的问题 不会影响用路人 但雪山隧道频频出状况 7月8号41号机房渗水 导致高压配电盘短路起火烧焦 7月中旬消防馆爆裂 7月28号41号机房更新配电盘 却是瑕疵品再烧一次 雪山隧道机房故障频传 虽然公物单位说不影响用路安全 但不明还是让民众感到担心 记得林医生王毅德以兰报导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